山羌最有你知道嗎? 台灣原生種的鹿當中最小 山羌小小吃的鹽 台灣永愛鹿有三種你知道嗎? 台灣永愛鹿有三種 你只知道棉花鹿好多 沒關係 你知道棉花鹿都不錯 棉花鹿啦 當然就是最漂亮的棉花鹿 然後呢 最小的山羌 最大的水鹿 水 水 水 不要什麼水鹿草 水鹿120公分 肩高120公分 還有脖子跟頭上長的腳 你就知道 很大致 肩高120公分 然後再加上脖子跟頭上長的腳 這樣子有很高嗎? 沒有很高 加拿大有很高的對不對? 會想要會閃的 輕輕碰一下你會死的那種感覺 非常猛烈 很大 那種腳可以到這麼大一幅 你都會覺得他脖子 幾乎到脖子 不會流到 不會老到嗎? 你知道嗎? 不是一副外 我已經轉移給我嗎? 就奇怪 你奇怪那一幅腳很重欸 而且大家知道那 那有一些一幅腳 是幾個月裡面腳出來的嗎? 對啊 他就長得超快速 我都很好奇 你在那邊站著一起盯著看 是不是覺得看到 欸真的耶? 亂講還這麼誇張啊 但是你仔細把它想一想 他幾個月就可以長這麼大一幅 這是花很多能量 花很多能量 所以就很大 兩三公尺高 非常剛性 所以鹿其實是很高大 巨美的挑戰 欸 電影裡面的哪一個組 就是騎了好大的鹿 好嗎? 好啦 所以這也沒當作我們一下子 好 欸? 哈利波這個哪一集了什麼? 首位是不是? 是不是有鹿 他只有鹹鹹而已 要亮的圓圓的這樣 就混到那個 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 所以本來你知道自己的鹿真的有長那麼大隻 那台灣只是一個小島 為什麼要講台灣只是一個小島 我們有望字匪頭 因為基本上七級地月大約會有大動物 七級地月大約會有大動物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所以台灣有這麼大的鹿就已經很厲害了 水路動物園很少養 因為水路有人說他很容易生病 然後會喜歡蠻融石 這樣 然後台灣的水路也很少 然後我們打字然後打爪 然後有一些地方還有人在養 欸? 你們不知道來你們遇到什麼都會養肉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好 就養在家裡養 你不會想說他剛剛有個大 就覺得我開過了在那邊噴草 沒有啦沒有這樣子啦 沒有這樣子啦 好 就是說說養